这就是我贝利亚世上最强最举压活力的姿态 我家瘦化贝利亚 完了 这下该怎么办 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了 兄弟们 好久不见 我欧豆腐回来了 有没有想我呀 诶 这是谁 杰德奥特曼 你在这里干什么 还变成这个形态 据我所知 这应该是杰德的豪力形态吧 哇 虽然有点吓人 但还是挺帅的呢 兄弟们 你们觉得呢 你要是不忙的话 可以帮我找个人吗 找谁 找我老爹 你老爹不是已经死了吗 不是的 是从平行世界穿越来的 平行世界 不是 我说你不会是地狗油吃多了吧 脑子不好吗 没有错的 我刚才亲眼看到他藏在这堆罐子里了 是吗 那我先打开看看啊 这里面居然藏着怪兽 怪兽就由我来解决 你只需要把他们都打开就好了 没问题 先交给我吧 你 你开得慢点 这么多怪兽 我打不过来了 就这点功夫就虚了 行不行啊 细狗 你行你来啊 那我继续开了 我可不知道里面藏的究竟是什么 我开 我去 这是磨个大蛇 不好 杰德你快跑 你打不过他的 你太小看我了吧 他还能一口吃了我不成 那你自求多福吧 哼 就凭这玩意 还想打得过我杰德 让你知道我这豪力形态究竟有多强 这第一波呢 杰德很轻松地解决了怪兽 那接下来又是终结时刻了 杰德他们 使用十字冲击波 以及解决他 那这就结束了吧 我们可以回家了吗 贝利亚还没出现 他到底去哪了 这就是磨个大蛇的胶囊 我终于拿到了 贝利亚 你到底要做什么 这个宇宙的好东西可真多呀 从现在开始 我贝利亚已经不是在任人宰割的对象了 消灭了你这个小杂种 我就回去灭了光之国 这就是我贝利亚使的最强 最强迫力的形态 磨加兽化贝利亚 那又如何 不管你变成什么形态 都不会是我杰德的对手 光之国就由我来守护 没错 兄弟们 虽然贝利亚这个形态看上去很强 可杰德奥特曼还没有拿出他最后的杀手锏呢 绝不动摇 守护之力 三位奥特前辈 给予杰德力量吧 好 终于借出他的守护形态了 这下我们赢定了 那这就是最后了 这是什么形态 最不可能 你为什么会这么强 这个问题 你留着下去找阎王爷问吧 杰德奥特曼用你的千兆领域重压 送贝利亚上西天吧 因为这一什么城市鲜鹰的往律对手 所以对手 très rude as he pans了 这桥桥の innovative 翻面 3 2 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